哈囉 各位帝國忠誠的將士們 大家好 我是資深風暴兵士官薩克 俗話說的好 帝國忠誠有三寶 爆彈電漿鏈鋸劍 那今天這部影片 薩克非常榮幸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在40K宇宙當中 最喜歡的單兵武器 也就是我們忠誠的電漿槍 記住 忠誠的電漿槍永遠不會過熱 如果你的電漿槍會過熱會爆炸的話 那肯定是你不忠誠 那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幫助各位帝國的將士們 在暗潮這款遊戲當中 可以對電漿系列的武器更深一層的了解 那影片的純屬薩克就是在我暗潮這款遊戲當中 使用電漿槍的所有的心得感想 以及我會推薦大家怎麼樣搭配電漿槍的技能組 以及電漿槍在這個遊戲當中的定位 以及你要怎麼樣挑選他的詞綴 才可以讓他成為在戰場上為帝皇忠誠的大殺氣 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那薩克這邊有必要來跟大家科普一下 電漿系列武器在戰隨40K究竟是個怎麼樣子的存在 其實不論是星際戰士或是在咱們星界軍的手上 都是一把讓人又愛又恨的武器 那愛的部分是這把武器的強力的輸出 以及他幾乎可以融穿非常多厚重的裝甲 甚至連惡魔吃了一發電漿之後 都要滾回亞空間吃自己 那至於大家對這把槍恨的地方在哪邊呢 原因就在於電漿槍這把武器非常的不穩定 而且隨著持續射擊 然後這把武器的溫度會逐漸的升高 最後可能會產生一些故障 甚至過熱爆炸危機使用者的生命 電漿槍一旦過載爆炸之後 可是連星際戰士都可以直接被炸死的存在 可以說電漿槍在戰爭40K的世界觀當中 是一把高風險高報酬的武器 非常的藍非常的熱血 那電漿槍究竟是用什麼樣的原理去殺傷敵人呢 這邊薩克直接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告訴大家 簡單來講電漿槍就是一個微型的太陽爐 這把武器藉由武器內建的微型巨變核心 將液態氫這個燃料 就是把它加熱 藉由磁線加速器的方式噴射出去了 簡單來講就是把一坨又熱又濃又亮又忠誠的物體 直接往敵人身上射上去 那基本上這一坨電漿物體的溫度就跟太陽一模一樣 所以可以很輕易的溶穿大部分所有的裝腳 這把非常恐怖的武器 所以其實在帝國當中的電漿系列武器呢 又有另外一個稱號叫做太陽槍 好那電漿槍的基礎設定我們科普完之後呢 接下來薩克來大家看一下暗潮裡面電漿槍的設定是什麼樣子 電漿槍的作為這個遊戲老兵專用的特殊武器 他擁有全遊戲當中最恐怖的遠程傷害 即使爆彈槍這把武器 即使爆彈槍的爆彈槍的每發單發傷害呢 可能會比電漿槍還要再高一點點 但是電漿槍的蓄力攻擊傷害呢 可以說是這個遊戲的滿分哦 也就是945大家看到等級360的電漿槍呢 就可以達到蓄力攻擊945 而且呢我的傷害持續還是65% 還沒有滿哦 可想而知啊電漿槍如果在更高等級的情況下呢 他可以打出基金快破千的傷害哦 非常的恐怖哦 那電漿槍呢 雖然說他的彈槳容量有80 對80以上 基本上跟雷射槍差不多 但是電漿槍的缺點呢 就是他的被彈量非常的少哦 所以這些導致的電漿槍其實每一發都很關鍵 就是你每一發挑選的目標都很關鍵 所以呢雖然說電漿槍打在小怪身上 會把小怪炸開來血漏魔果 那個視覺效果非常的壯觀哦 但薩克呢還是建議大家電漿槍珍貴的彈藥呢 還是留給特殊類型的敵人哦 基本上呢只要不要是歐格林系列的敵人 那普通的特殊類型的敵人的話呢 通常都挨不過電漿槍的普攻一到兩發哦 就算再強硬的敵人三發電漿槍的普攻呢 也可以把他輕鬆的帶走 所以呢電漿武器的優勢就是在這邊哦 那再來呢薩克來跟大家講一下電漿武器的缺點哦 那就是電漿武器除了要散熱這個基本的缺點之外呢 電漿武器在這個遊戲當中呢 他的換彈加速度非常非常非常的慢哦 也慢到誇張的那種程度哦 所以呢如果你有換彈癌 對就是你那種三不五時他媽的就是打一打之後想換彈甲的話呢 那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這個習慣哦 克制一下這個影頭哦 不然你會發現當敵人貼上來的時候呢 欸你的電漿槍在那邊換彈甲的時候 那會非常痛苦哦 再來呢就是電漿武器在這個遊戲當中呢 他有發射延遲 對他是所有的射擊武器當中呢 唯一一把有發射延遲的武器哦 就是連普攻呢 你按下普攻鍵按下滑鼠左鍵之後呢 你還是要再等個零點幾秒 他子彈呢才會噴射出去了 所以呢對玩家的瞄準能力跟預判能力呢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需求的 所以在使用電漿武器的時候也要稍微練習一下 那再來呢電漿槍的第三個缺點呢 就是非常懷原故事設定的表現了 也就是電漿槍的每發射擊哦 不論是普攻跟充能傷害呢 都會導致這把武器過熱哦 大家可以看到呢畫面中間呢有個過熱指標 當過熱程度來到100的時候呢 接下來電漿槍就必須要做一個散熱的動作呢 才能正常的繼續發射 那這個遊戲的設定是這樣子 當電漿槍的熱度呢達到40%以上的時候呢 你如果用手動散熱也就是特殊功能散熱的話呢 那個高溫的蒸氣啊就會燙傷你的角色 讓你的角色受到1到4點不等的生命值傷害哦 所以其實大家在使用電漿武器的時候呢 發現散熱散熱到一半 欸奇怪我的血怎麼越來越少哦 就是這個原因哦 這是電漿槍危險的地方哦 再來呢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技巧 那就是電漿槍在打到100過熱的時候呢 其實你只要按下普攻鍵的話呢 你的角色就會做一個強制散熱的動作 可以幫你散熱大概20%的熱能 讓你可以繼續普攻射擊哦 所以呢即使達到100%的話呢 你其實還是可以繼續普攻射擊的 只是那個強制散熱的動作呢 依然會讓你的角色扣血 然後呢再來就跟大家講一下 當電漿槍達到100熱度的時候呢 千萬就不要再蓄力攻擊哦 對就是當你達到100熱度的時候呢 如果你再繼續使用蓄力攻擊的話 那電漿槍就會爆炸哦 對就是會直接炸開來哦 除非啊你很想要趕快回神聖泰拉去見地皇哦 不然千萬不要這麼做哦 再來呢再跟大家分享一個技巧 那就是電漿槍不論你的熱度多少 你只要按下換彈按鈕的話呢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把熱度瞬間排掉 那如果你的電漿槍真的不幸在思潮的過程當中呢 過熱值達到100% 但是你又不想主動散熱扣血的話呢 其實薩克這邊可以告訴大家一個技巧 那就是輕易把你的電漿槍給收起來 然後打出你的近戰武器哦 因為電漿槍在收起來的過程當中呢 他的熱度呢會慢慢的下降哦 所以呢其實你可以用這種很安全的方式哦 讓電漿槍慢慢的降溫哦 好那我們電漿槍的基本性能 優缺點以及一些技巧我們講完之後呢 接下來薩克呢來告訴大家 你要怎麼樣挑一個就是合格的電漿槍哦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武器的面板素質如何 基本上薩克會建議你的傷害呢是越高越好 最好呢是可以過70%甚至來到80%哦 你的傷害越高的話呢 你就可以越快清掉特殊類型的敵人哦 這樣子的話呢對團隊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所以傷害呢算是我第一個考慮的目標 再來第二個呢就是高溫抗性 對就像這個遊戲的設定一樣 電漿槍呢在每次擊發的時候呢都會產生熱能 他會過熱 那你的高溫抗性越高的話呢 電漿槍在每次發射的時候呢 他的過熱增加的溫度呢就會越低哦 所以呢高溫抗性跟傷害呢 其實是電漿槍最主要的兩個數值哦 其他另外三個數值呢像是充能速率啊 還有停止力啊和彈藥量呢個人都覺得還好 為什麼呢 因為電漿槍呢其實本身彈藥就沒有很多了 所以其實彈藥量再多一點點也沒什麼差異 再來第二個呢就是停止力 電漿槍呢在續能續滿的情況下 打到敵人身上的時候 基本上都可以直接把敵人給擊倒 甚至給硬直哦 所以其實停止力呢對電漿槍的面板來講呢算是還好的 那至於充能速率呢 基本上呢持有電漿槍的玩家呢都會在後線 那即使你的充能速度稍微慢一點點 你也可以在一個很安全的距離做到瞄準充能 然後之後發射的動作 所以個人覺得充能速率呢其實還好 再來呢就是復持綴的地方 那薩克的建議大家這個遊戲當中呢 有個功能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而且非常的強哦 那就是穿甲 那電漿槍呢基本上已經自帶就是無視護甲了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可以穿甲了 只要對方不是盾牌的話呢 基本上都可以穿甲 那這邊的復持綴呢薩克建議大家是可以挑選 就是對有護甲的敵人 就是對比如說你有甲殼護甲類型的敵人 對傷害增加20% 那你的電漿槍更容易去擊殺甲殼類型的敵人 因為通常像高難度的情況下呢 甲殼類型的敵人都是比較具有威脅性的 因為這個遊戲當中能穿甲的武器就那幾把 再來的復持綴呢薩克推薦就是類似暴擊率的東西 比如說遠程的弱點傷害增加幾%啊 或是致命一擊的機率增加之類的詞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堆暴擊 再來呢就是對不屈的敵人造成的傷害增加 什麼叫不屈的敵人呢 比如說像是那種納購巨獸 那種沒有護甲 單純靠生命值很大隻 然後就在扛傷害的那種敵人 那電漿槍呢就是可以更有效的對這種敵人 血度的敵人造成更劇烈的傷害 所以其實這個詞綴呢也是非常適合電漿槍的 再來呢就是祝福了 基本上目前是要看到電漿槍的詞綴祝福都是這個熱力震盪 對就是低過熱的情況下你充能速度會提高 那祝福其實稍微比較不那麼重要一點點 電漿槍最重要的還是他的面板 還有這個就是帶這個負詞綴 增加傷害的負詞綴會比較重要一點點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講一下電漿槍在團隊的定位 以及怎麼樣配適合電漿槍的技能組 首先5級的技能點安全距離 10級的技能點狙擊手 15級的技能點生物光學瞄準 20級的技能點偽裝專家 25等的技能點死亡射手 最後30等的技能 依據你的團隊需求的話 你可以選擇反擊或者是敵人越大 致命專注的話呢其實也是ok的 那致命專注的好處呢就是 因為電漿槍的換彈甲速度很慢嘛 那一旦遇到敵人非常多的情況下 你的電漿槍又要換彈甲的時候呢 致命專注呢就可以派適合用場 所以呢其實也算是蠻實用的 所以30級的技能呢這3個的話呢 就依據你現在的需求 以及你使用哪個技能呢 比較順手為標準去挑選 這樣就可以了 那致命專注這個技能呢在封測的時候呢 對電漿槍有個bug 就是我們俗稱的 忠誠的電漿槍不會過熱的bug 對就是你一旦點了這個致命專注 然後呢按R換電漿槍的彈匣 這個時候呢馬上開大絕 接下來呢電漿槍就會卡在散熱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不停的持續電漿槍射擊哦 就是不會過熱 那這個bug呢基本上太強勢了 太忠誠了 所以在ob的時候呢 已經被不忠誠的肥沙給修正了 所以肥沙你是混沌派來了是不是啊 是不是要我上報給審判停啊 這太過分了太不忠誠了 那請大家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我點了敵人越大 然後死亡射手還有狙擊手的技能 對就是把一些增傷類型的技能全部點滿的情況下 打五星難度的甲殼難度歐格林哦 電漿槍蓄能所造成的傷害哦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傷害有多恐怖 對大家有沒有看到呢 電漿槍呢就是直接把那個歐格林給擊殺了哦 2550的傷害直接把這個裝甲歐格林給帶走哦 非常的恐怖哦 所以敵人越大這個技能呢也是非常推薦大家可以點的 因為這種裝甲的歐格林敵人啊 其實在高難度的情況下是非常頭痛的存在哦 OK那影片最後面呢我來統整一下電漿槍 我個人認為在這個遊戲當中的定位哦 以及我推不推薦大家使用這把武器 那首先呢就跟薩克講的一樣 電漿槍屬於把高威力高風險高報酬的武器 所以呢他其實在這個遊戲當中呢 他比較不像是主要的輸出火力擔當 他比較偏像是一個團隊當中的大殺器 對就是當你組滿四個隊伍的時候呢 如果當其中一個老兵呢他使用電漿槍的話 那你們在這場遊戲當中遇到特殊敵人的狀況下呢 就可以非常有效去幫你解決這些難纏的敵人哦 所以呢其實用的好的電漿槍呢 是可以幫助隊伍在高難度下非常愉快的通關的 因為特殊敵人呢目前來看 基本上都不是電漿槍的對手 但是電漿槍在面對像是思潮啊 或是敵人數量比較多的狀況下呢 他的清怪效率呢可能就沒有辦法跟像近戰武器啊 或是雷射槍 自動槍 爆弾槍 這類型的武器就相比哦 所以如果讓薩克去配置一個團隊的話呢 我會覺得說一個老兵拿雷射槍 自動槍或是爆弾槍 那另外一個老兵呢拿電漿槍 那這個團隊基本上呢在面對怪群啊 甚至面對特殊敵人還有大隻的歐格林那一類的小王之類的話呢 那這個團隊呢在遠程火力的輸出 就會非常的穩定 至於薩克推不推薦電漿槍在目前這個版本使用這把武器呢 我其實呢雖然說我對電漿槍很有愛 但是我目前呢算是比較不推薦大家使用這把武器的 原因很簡單哦 因為這把武器的缺點目前是大過於優點的 他的優點呢當然就是傷害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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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高嘛 對其他武器基本上比不上 所以其實呢目前電漿槍呢算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存在哦 再來就是他的容錯率非常低哦 你自己看啊他有發射延遲 換彈加速度這麼慢然後被彈量又這麼少 然後又容易過了對不對 然後又會爆炸 所以呢這把武器目前算是非常多的缺點啊 所以薩克呢除非你對這把武器已經非常熟練 或是你有一個非常專業的團隊 然後讓你去擔任這個大殺器的掌控者 或者我目前是不太推薦大家在野團的生態當中使用電漿槍的 OK以上呢就是這部影片的全部內容呢 希望有幫助到各位帝國忠誠的將士們認識我們帝國最忠誠的武器之一 等離子電漿槍哦 好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拜拜